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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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开始投胎以后 就算他六根没有长成 他就是一个生命敌的 一直到他死亡 就是全身冰冷 他的神是离开为止 这个过程 你用任何方式去破坏他的身体 全部叫杀人 只要这个母亲 开始怀孕的第一天 这个就是一个有情逗生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断绝生命 叫杀生 在以下来 具体当中讲出七种情况 很有命的不得顾杀 第一个 自杀 这是他在历上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你自己去犯杀生的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杀害你自己 主要知道 你破坏你的身体 你自己也是一个有情命 中情 不过杀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虽然他中情 但是他对你的男生的破坏力很强 因为他太靠近死亡 主要知道 这个时间 你越靠近灵命中所到的业 是势力越大的 在疫情势力 讲到业果的时候 有这个道理 有这个说法 就是业靠近死亡 所以你越 你到了这个休息 临终到佛脚都有效果 后面你要越小心 那么 你一把自己伤害以后 你即便马上就死亡了 所以这个业 这种心态 这种杀心 对男生会产生极度的破坏 因为他太靠近死亡 一般自杀死掉的人 男生很难有好消息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伤害以后 马上面临死亡 马上面临疾病中 你这个疾病中的电头 肯定受到你这个 前应验 你想杀害身体那个 称心的影响 这个业力很容易表现出来 很容易得果报 所以这个第一个 杀身 也是犯杀罪 第二个叫他杀 那么你自己没有杀 你叫别人去杀 这个 如果对方死掉 你照样犯杀罪 叫走他人杀 第三个方便杀 就是说你安排很多杀 杀身的陷阱 比方说你明明知道某人要去拿你喝水 你就故意把一个毒药放在桌上 让他去喝 那么虽然你没有拿给他喝 但是这是你安排的 这个叫方便杀 如果对方死掉 你就犯了杀身的冻碎 第四个 揍杀 你用揍鱼来杀 来杀某一个人 或者杀某一个鬼神 第五个 独胎 你用药物跟手术的方法来杀害 这个胎中的婴儿 第六个 破软 破软是真的动物 破坏动物的软 第七个 以怕毒药 你明明知道 他有杀身的倾向 结果你把毒药卖给他 不能拿给他 你明明知道 对方死掉 你也是换杀身 那么有七种的方法 使令命断者 这个是总结 使令全人命断 都就是杀身 这个杀身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故意杀 一个是不故意杀 我们讲一下 如果你是故意杀 你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到了正业 来到上后到处理他 因为你内心有第一个责任 第二个 你有来生的因年因果 你牵牌小命 你以后的生命 除了到净土 或到涅槃 迟早就还 两种 一个世间的因果 第二个是 你造了一个杀身的正业 就是故意杀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我不小心 走路踩到一只蚂蚁 你没有资理业 但是有因果 还是有因果 所以无心杀身也要避免 这个杀身的麻烦在这 因为你牵扯到一条身体 虽然你没有造这业 外面是对方造不过你 所以这个我们会讲到 要故意杀身的要避免 故意杀身的要避免 我们看 忌人成犯 那么杀身有五种因年 我们把它练一遍 一 是人 二 人想 三 起杀心 四 心方便 五 前人命断 那么 有五种情况 只要这五种情况 全部忌足 我们就定义 尽可能刷了杀身的罪业 第一个 对方是人 他必须是一个人 才有根本 第二个是人想 你心中也知道他是一个人 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虽然对方是一个人 但是你以为他是一棵树 所以说你认为他是一棵树 那么你 你撞过去把对方杀死了 但是你心中 并没有做人的想象 那没有换根本 没有换根本 第一个 他的外界 实体是个人 第二个 你也做人的转想 这两个都要记住 如果对方不是人 你把他当作人 把他杀死 也不换根本 因为对方不是个人 你虽然做人的转想 也不换根本 这两个都要记住 外界的确是一个人 你心中也做人的想法 这两个都要记住 第三个 起杀心 这个是关键的 犯罪斗技 你有杀害对方的意图 警别他不是故意的 杀心 第四个心方便 你有采取手段 你不是只有心念头而已 你不但心动 还有行动 比方说你用刀剑 用药物 用针灸 用陷阱等等 你有各种的方便 你全面送过 七种方便 第五个 权人命断 这个人因为你杀生了 而死亡 你就放根本 这个月就照 照圆满了 权人命断 在例上说 如果你杀害他的时候 没有死 就只是重伤 但是后来这个重伤 没有吃好 他最后的死亡 是因为你那个杀生 行为引起的 你也放根本 即便当时没有死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儿子 也放根本 只要他没有把病治好 都是全人命断 好了 这个五种意念呢 有这个古德 把它分成三个重点 叫一乐加行就行 第一个 我们要判断 一个业的成就 第一个 他一定要一乐 就是他有动机 杀人有杀心 偷盗有盗心 等等 他一定要有犯罪动机 第二个 他要下行 他一定要有行动 他如果想一想而已 这就不能构成 杀罪的 完成的业力 一定要有下行 第三个要究竟 要把这个事 造圆满 杀人 就是命断 造圆满 所以我们未来 在判断这个介义的时候 你做出两个重点 一乐 这是你的内心 判断他有没有犯罪 这个最简单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你去穿人家的拖鞋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如果我撑错了 不犯道歉 我以为是我的 或者我暂时借用的 不犯道歉 你如果是一种 侵犯的想 犯道歉 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这个是关键 判断有没有犯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犯罪的轻重 看外境 你面对是什么环境 你面对人 面对鬼神 面对天人 畜生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第一个 看你的心 知道你有没有犯罪 第二个 看你的性 看你犯罪的 程度 轻重程度 一个越轻 一个越近 好 我们看犯罪轻重 从这两个人才来判断 我们先看最重的 善评不可悔罪 若杀父母 罗汉圣人 犯逆罪 若杀生人命犯 犯重罪 这个都是善评不可悔罪 父母 是我们的恩庭 罗汉 是一种 助食三宝的禁忍 他有助食三宝的功德 那么这两种 犯了以后犯命罪 这个命罪 只要在建议里讲到命罪 就很难创悔 不是不能创悔 很难创悔 业力太强 而且这一般来说 我们前面讲过 业力强的话 他会很快得国报 大概来一层就得国报 因为他太强了 那么如果只是杀人 那么就犯犯罪 但是不管是杀人 或者杀这个父母 圣人 这个就一般的忏悔 已经没办法 要取向善了 就是你的具体破坏了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到忏悔方法 这个就是要取向善了 假设你杀人不死 你反正杀了 你本来要他死 结果他没死 忠品 或者你是杀天人 杀龙内的众生 杀鬼神 死灵常病断 但是他不是人 忠品 如果你杀的是畜生 虫子 蚂蚁 蚊子 狮子等等 下点 若杀天神畜生 虫等不死 下点 随喜 别人在发生 你随喜赞看 也是这样 杀生的重点在人 为什么呢 虽然天上的佛报比人还好 但是毕竟 因为人是可以学习 他可以得到智慧 在经典上说 天上的佛报 所以我们佛法对天 不是很淡淡 因为到天了以后 你报太大 变得傻傻了 变得傻傻了 他就是没有那个 第一个 他的明朽性共 第二个 他没有记忆力 你看世界上 报料说法的时候 那个天人来听 第二 要到上面 全部忘忘了 因为他回去以后 看到都是宫殿美女 他怎么还记得到佛法呢 因为你是有人 因为人的明朽性 他能够记忆佛法 能够思考佛法 所以如果你又到冬魂里面 你唯一的希望是得到人生 唯一的希望 其他都是在 傻傻业力 只在反载而已 你只有做人 你的生命才能够产生 大方向的改变 所以他好像都会 才对才到做人了 你把他给哈 糟了 现在这个时代要做人也不简单了 你看大家都不想生小孩 所以你要排班牌很久 才做到人 因为你要有业力还有因缘 你要跟父母有缘 你父母亲 他们都没有结婚 你就知道了 你要等其他人因缘 所以这个做人 人生难得 那么得到人生以后 他有可能会在人生里面 修学佛法 产生很大的改变 比方说乔生净土 结果你把他给断了 那你这时候的伤害太大了 所以佛陀说 因为人是法庆 所以自作 是这个原因 我们再看他的副字 若见他杀 如果有人被杀了 这个是正死的是畜生 我们能够救救救 不能救呢 我们应该练佛持咒 来回向给他 使劲他不要产生这么大的恨 断恶言 这个就是广杰善言 所以我们在回向的时候 回向众生广杰善言 我们看看一个情况 我们把它给你变 两种情况看一眼 无心 无杀心而物质死 狂乱唤心 见分而作 如沾潭无意 见火而作 如金无意 乃名为狂 虽无犯戒 而世间果报不失 那么你有杀心 比方说你开车 或者走路 要死个蚂蚁 但是你 你的目的只是想要到 某一个地方去办事 你没有一种 想要杀害 这个毒效众生的心情 所以这样子 不能做成罪业 但是 还是有因果 狂状怀疾 就是精神错乱了 什么叫精神错乱呢 在地上讲出两个定义 第一个 你见到粪便 你都想要去抓 把它当作沾潭箱 你看到火 你会想要去抓 像抓黄金一样 这样子叫做狂乱 那么虽无犯罪 但是世间果报不失 杀生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临终的时候 是怀恨而死 那么这一样的善心 就产生一种 意料 在这里里面上说 你 你这样子 在煮面条 那个热水 你不能直接倒水锅 水锅里面都是中生的 你也不能倒到草虫 第一个热水 你要把它放冷的 或者加上冷水 让它温度比较适合再倒掉 第二个 有化学物品的东西 有毒的物品 你不能再变到的 因为你水锅里面 统统是细菌了 统统是从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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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即便你当时在倒的时候没有杀心 但是业果不失 那个因果不失 只能不说你没有造罪 但是你男生就觉得你都恶远 看到你不欢喜 你做什么事 他就障碍你了 在律上刷压的问题 现在讲的比较少 就是这个 以前荣生时候 在烧柴火的时候 你这个木头 你要用眼睛看一下 如果他已经俘朽到 好几的推入 已经有虫了 这个木头就不会烧了 有虫的木头不会烧了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别点利力 我们要注意 第一个词犯得知 我们先看犯罪的 犯罪的果报 再看词罪的果报 先看第一个 果报 三途果报 余报 本命 恶多病 那么这个果报呢 当然在 烧生里面 如果你这个罪业的 累积的量很强 那么当然直接到 散热道去 看你的一样强 这道地域 其实是恶悔 然后是出生 那么从散热道出来以后 还有余报 本命多病 一般来说 慢性病 在例上说 只要不是四大不调 有没有你 你吹到风 感冒 那是因为 你没有把身体保养好 这个不算 四大不调引起的不算 只要是慢这个病 你经常吃药都吃不好 这个跟伤心有关系 一个是业障 一个是鬼神障 对方有业念 他不放过你 你就倒了 所以这个地方 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 你看看那个什么 我们上次讲 那个人面章 我们几几天 讲到这个 人面章的公案 你看 汉景地的时候 炎阳 他一句话 到了朝处 汉景地 到了唐朝 他变成误导博士 中间经过时事 朝处都没有放过炎仰 等了他等了时事 但是因为他时事 都做高僧 他直接听进 他没有机会叫做 后来到第十四的时候 误导博士 一面的高慢心 让对方有机可证 侵入到他的膝盖 变成人变臭 你就知道他的恨有多重 所以这个 这个杀 这位在所有的消息当中 杀生是很重的 第二个血运是很重的 他杀生的重 不会去你血运 不会去你血运 因为这个燕灭病 你其他人很难介入的 他不放过你就不放过你 人面端 大家两败俱上 因为理论上 他找上你的 找上你的时候 对他也不好 但是他就愿意 要拜祭上 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尽量要 批免这个杀生 第二个 持不杀生戒的果报 我们把它练一遍 持不杀生戒果报 得生人间乃至佛果 余报 一身长无病 二请觉快乐 三寿命长远 四永断生息 那么 不使不招生 当然得到人间果报 乃至佛果 那么在经生来说 人间的果报 是指未来的 那么 他的余报 他得到人生的时候 身长无病 像阿兰尊者 他活到120岁 阿兰尊者不得了 他生生 是不是持不杀生 他说明 活到120岁 都没有生过病 阿兰尊者 那个伯基罗尊者 也是活到100多岁 也没有生病 在佛多地址里面 两个人持不杀生 一个伯基罗尊者 一个阿兰尊者 身长无病 第三个 品节快乐 我们能够 小心的 护持不杀生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非常安稳快乐 有做欧梦 第三个 送命求援 第四个 永贯称习 前面是指 外看的佛报 这个是指 增长我们 慈悲的善根 不杀生 我们再采用一下 任元经的 不杀生的定义 我们讲到 他的定义 他更广 如果你看 任元经 他不杀生 他讲 杀到以后 四种清清明晦 他很强调 不吃众生肉 这块要注意 这是断 坚决的发生 任何见解 就是说 他说 没有一个众生死亡 是性感情愿的 没有一个 他不把插杯 他有罪业 再变成一只鸡 但是他喝了一只鸡 你养他是一回事 你杀他的时候 哪一只鸡是心甘鸡 那我被你杀 我报答你 没有 没有 叫得很厉害 对不对 这就有问题了 他残忍得死 所以你变成 一个命在 一个肉在 那如果说 我去买的时候 他已经杀死了 他不是因为我死的 那你也有肉在 他即便死了 他也不是想要你死的 所以你 你这个就是欠这个肉在 跟命在 你都得还 所以你如果 有志于 今生要求生净土 你最好 不要在你的背后 扛这么重的叶 完全正常 因为你不容易 跳出去 你说无障碍 是平常你就要注意了 所以你这个 吃重生肉 这个最快 樱光大师很重死 你看到樱光大师很吵 他其他的罪 他不是很强调 他搞成吃素很重要 因为你每天都照页 你每天都在 珍藏你那个 生死的业力 你临终的时候 怎么插都出去了 而且在 那人已经讲得更可怕 他说你吃肉 还不只是 跟众生结恶严 到你的慈悲上根 你肉吃久了以后 你的慈悲心没了 但大师被合心组织 所以主要知道 那么一个意思 我们的饮食 跟你的内心 不动 你经常吃某一种东西 会改变你的心态 尤其是你吃重生肉 你本来是发 菩提心 你本来很有慈悲心 你经常吃肉 这叫欣喜 你的慈悲心 就退死掉 你看到东西 没有悲理心 没有同理心 你就没到感同身受 那这个伤害更大 所以这个 在大师里面 除了不造成 他监视 赚重生肉 这个很重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